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 我是卡卡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正经细腻极具 东亚特色的科普片 它呢是一部日剧 叫做17.3关于性 看剧名呢 你们大概也就知道这才讲啥 推荐理由就是 一直以来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 关于性这方面的教育都是缺席的 我们缺乏很多正规渠道去了解它 所以当初体验来临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像女主一样 急着想要变成大人 或者是赶上世界平均年龄的尾巴 证明自己没有拖后腿 至于准备工作呢 最多就是听朋友不靠谱的指导 买成套的内衣内裤增加性感度 听从网上的建议剃光毛发 可能还会有很多男生 会去上网找日本的小视频 观摩学习 关于小视频 我们男主有话要说 所有这些并不专业的知识来源 都很容易让你有一个糟糕的初体验 甚至会受到伤害 特别是女孩子 这部这句讲的就是 关于性的各种小知识 它很短 一共只有9集 每集30分钟左右 主要是由生物老师和他的官门大弟子 也就是男主 针对三个女生和他朋友们的烦恼进行科普 每集的标题都非常的大胆 直白 给大家瞅一瞅 当然了 这部剧并不是标题的 有正经靠谱的各种小知识点 比如说 口服短效避孕药是可以调节经期时间的 避免撞上高考等重大事件 它也可以减轻经期疼痛 缓解PMS 也就是月经来临前出现的各种情绪不稳定的症状 比如说 没有安全期避孕这一说 也没有百分之百可以避孕的日子哦 在讲这些的时候啊 生父科普重任的生物老师和男主 他们都是很平和 很温柔的样子 表情和语气没有一丝一丝的 缩教或者劣奇 女生们虚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后 也会因为自己之前的错误言行 向对方道歉寻求原谅 至于我 为什么会觉得她非常具有东亚特色 因为女主的妈妈和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一样 传统 看到动物世界里的交配场景 都会迫不及待地换胎 那这部剧里关于女主的妈妈设置了两段剧情 一段就是女主发现在晚上的时候 妈妈卧室会传出奇怪的声音 和朋友交流猜测是在自我疏解 女主不敢置信 觉得女人做这种事太变态了 接着她意外发现了真相 崩溃跑出家门 不想看到妈妈的脸 后来通过生物老师的科普 按摩棒一开始就是医疗器械 男主的科普 女主最终和妈妈和解 还主动给妈妈购买了按摩用品 好的 说完这部日剧的优点呢 我还有几个小小的吐槽 不得不说 这部日剧作为科普剧 它很成功 但是它的某些剧情就一点一言难尽 比如说第一集的时候 女主被前男友设计欺骗 全校都从社交软件的爆料 得知了她的私事 充满正义的我 一直以为女主会教育下前男友 但这事一直到全剧结尾 都没有任何的解决 非常云淡风轻的略过了 然后就是女主的人设 过于天真浪漫了 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嫌弃好几次气调 全凭我的知识的渴求 支撑我看下去了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女主的背包总是能恰到好处的坏掉 导致她不得不拿着各种神奇的东西 满肩膀 不过呢 大家都是来学习的嘛 这种无伤大雅的剧情bug 也是可以忽视爹 毕竟它的核心 只是一部精悍的科普短剧呀 最后再次号召大家一起看剧 学习起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是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关注